关于江夜的快问快答 问题一 大结局时七卷天书的灌主有可能超过科浩然和佛陀吗 关于这个问题 江夜的作者猫尼尔在网上做过解答 他认为七卷天书的灌主已经掌握了部分规则之地 有可能强于科浩然 问题二 那灌主的排名为何要低于科浩然和佛陀呢 排名之前已经解释过 不会考虑一些人的外力加持 手持七卷天书的灌主是特殊情况下拥有的外力 天书并不是灌主的专属武器 所以排名没有加入灌主手持七卷天书的战力 另外在灌主视频的结尾也有说明 问题三 江夜世界中的赌徒跟夫子相比谁更厉害 夫子是人间唯一的无举境界 夫子之前人类没有修到过这种境界的 夫子之后大概率也不会有 无举是人类能修到的最高的级别 所以肯定是夫子更强 至于赌徒在江夜中只是昙花一现 他修成清静境界之后 代替人类签下合约 之后没有任何交代 不排除去了外太空的可能 清静境界只是赌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所以不排除赌徒的境界还会更高 但是再高也不太可能会是无举境界 问题四 七卷天书到底是浩天留给人类的 还是赌徒留给人类的 答案当然是赌徒留给人类的 只不过世间大多数人认为 是浩天留给人类的修行瑰宝 这是盗门和西陵宣传所致 试问浩天怎么可能给人类留一个自己的把柄呢 问题五 宁缺真的是穿越者吗 是的 宁缺相当于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穿越到亘古时代 宁缺的穿越是精神穿越 他拥有现代文明的知识 比如他知道莫比乌斯环 知道薛定谔的猫 日食现象等等 按照作者猫尼尔的设定 宁缺的知识水平大概是13岁左右的小学生 关于江叶的快问快答 问题六 战天的柳白真的是人间第一吗 是的 当时贯主身体残废 实力还没有恢复 整个人间毫无疑问就是柳白最强 娟莫是这样认为的 榆莲是这么认为的 叶苏也是这样认为的 柳白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甚至就连浩天都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战天柳白是人间第一 没有任何疑问 问题七 从青霞之战到桃山光明记 柳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提升那么快 这主要得益于夫子 荒原之战夫子使用了一次柳白的人间之剑 后来柳白将这把剑与自己合二为一 人剑合一 所以柳白的战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 柳白其实是荒原之战最大的赢家 问题八 柳白战天时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战力 具体到了什么程度 原文没有说 但破了人间浩天的空间法则 来到浩天的身前一尺世界 猜测九徒和屠夫联手 未必会是当时柳白的对手 问题九 战天时的柳白和拔剑问天的柯浩然谁强 答案必须是柯浩然 浩天看到柳白时的原话是 如果给他足够长的岁月 或者他真的可以变得像那个疯子一样强大 然而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刻 他为什么不继续等待数百年时间 等到他最强的那一刻呢 从这句话看 浩天认为此时的柳白跟柯浩然的实力 还差了几百年 问题十 柯浩然和柳白谁才是江夜第一修行天才 排除父子的话 虽然柳白号称是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但柯浩然的天赋无疑更加惊艳 从连生减大家的年龄上分析 柯浩然死的时候恐怕只有30到40岁左右 而柳白在书中差不多在50岁左右 两人的实力差距却差了几百年 所以柳白号称是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但对比柯浩然还是差了很多 关于江夜的快文快答 问题十一 江夜世界中浩天知道天书对自己的作用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毁了七卷天书 或者直接杀了贯主呢 首先关于浩天的基础设定是 他是江夜世界中唯一真神 他不会产生有关任何人类的情绪 比如毁了天书就属于人类思考的范畴 如果浩天总是考虑这种问题 那他就会逐渐失去神的属性 变得越来越像人 所以按照设定 浩天就不允许有这种普通人的思考角度 而且人类与修行者的差距 就像大象与蚂蚁的差距 除非大象已经受到了蚂蚁的攻击 他才会去进行反击 否则在大象的脑袋里面 是不会思考蚂蚁会给他日后造成什么伤害 因为蚂蚁在大象眼中太渺小了 其次浩天通常都是在神国 如果要回去七卷天书就需要他下界 这其中也充满很多未知的变数 第三就是没有必要 因为浩天与人类的关系非常稳定 人类已经跟浩天合作了无数万年 他也需要人类的帮助 而毁掉七卷天书就要杀死灌主 这相当于浩天在人间少了一位忠诚使者 浩天自然不会愿意 就像是一个主人养了一条狗 虽然狗又咬死主人的可能 但是当人与狗的感情特别好的时候 主人是不会考虑把狗杀死的 除非这条狗突然发了风去咬主人 问题十二 江夜世界中破五镜就一定比没破五镜的人强吗 答案是未必 齐善大师说 破五镜代表了修行者脱离了俗世 不仅能够最彻底的掌握天地气息的规律 了解世界的规则 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则 破五镜与没破五镜最大的区别在于 对世界本源的认识 他认为对实力的提升并不大 但实际效果上 破五镜与没破五镜之人的实力差距较大 但总有一些人物可以逆转这种格局 比如柳白和连生虽然没有破五镜 但是普通的六镜实力恐怕很难是其对手 问题十三 无据是江夜中的第一速度吗 答案是已知中的第一速度 甚至就连浩天都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追上 浩天曾追了使用无据神通的九徒好几天 不过无据未必就是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玄空寺蒋经首作曾用《延出法随》破了李漫漫的无据 但李漫漫后来又用紫曰破了蒋经首作的《延出法随》 件的马转是将其讲解算机 helt首作为《延出法随》破了金桥蒋经首作为不败用的